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投信在那边恶搞 买在高点卖在低点 有一个老师叫哲哲 我待会弄给你看 他说如果你们是对价关系 在那边对敲 当然没有证据 他也说没有证据 我也没什么证据 但是买在相对高点 你们这些投信 在搞什么鬼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今天有一支股票跳空涨停板 威胜跳空涨停板 很奇怪 很奇怪 就是有人比你早知道 对不对 好 加赖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老师你到底有讲哪一些股票 3月21号我告诉你威胜 比野江公第一根出量红K 安国威胜 对不对 欲创爱普创意 这个都是各位 HBM代表股 我都讲在前面 不要说掌停板我才有 中小老师没有那么不要脸的 来看一下 对不对 威胜 对不对 威胜在哪 威胜 好 3月24号也就是昨天礼拜天 大家都在休息 中小老师还在写筹码 还在写筹码 股东会停券高峰期 他会亮说 重点在3月营收成长股 重点在3月营收成长股 2月29号在这里 就是2月29号台股不畏 这个都没关系 来看一下 3月22号来看一下 安国嘛 安国今天上去 安国今天外资又在买 安国又在买 那你看一下 今天安国 外资又在买 明天会不会涨停板 我也不知道 老师你不知道 你要解什么牌 你加赖你就知道了嘛 对不对 你不加赖 对不对 如果2月营收 因为2月他有放年假 因为有放年假 本来营收就比3月 就比1月少 但是有些公司放年假 他2月的营收还比1月好 这就有猫腻 对不对 这就有猫腻 以哪些 四星创意金星科 艾浦M31安国 神盾威胜玉创 系列因为要配席了 要除席了 所以在这里来说 他会休息一下 因为市场上有一些同学不愿意除席 我跟我的同学讲 没关系 3月28号除息 我们3月28号或3月27号再来买 因为他配的也不多 1块多 他赚1块多就配1块多 对不对 来看一下 今天的威胜 跳空涨停板 看一下 你想买都买不到 因为缩9万多张 100多块的股票 缩9万多张 不是10几块 不是20几块 是100多块 老师 为什么会跳空涨停 我有跟你讲过 大陆要用X86 什么叫X86 很多同学都不知道 我们一个桌机 就是一部电脑 它里面的心脏是不是CPU 那大陆的CPU 现在不要用Intel 对不对 也不用超微的话 我问你 最早的CPU就是X86 叫X86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今天跳空涨停 来 老师你为什么说有人比你早知道 来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你看一下 荣卷大减2045张 2045张 老师你威胜每一次做都赚钱 这一次小赔一点 对不对 小赔一点 我没有叫全出 我有几个同学 有买威胜的 我跟他讲 你有20张就出10张 你如果说只有个位数 像有一个张小姐 他说老师我只有5张 5张就抱着 你就不要出了 我们当初第一次买威胜是在80几块 涨到150块 当然要卖 我那时候还在骂那个 嘎嘎老师 我说你买在这里 隔了6个月以后解套 很大声很大声很大声 那个嘎嘎老师不是很大声很大声 大小虾大小虾 对不对 我买在这里卖在这里 后来这里做现股当中 做了很多套 后来我们这一次买了之后 隔天跳空涨停摆 然后后来我们在这里有卖掉 卖掉没错 我们早一点买回来 我们大概在140 150左右就买回来了 那买回来以后 为什么上个礼拜在这里 在120块以上在这里 先叫会员出一些 你资金够你就不要出嘛 对不对 我们出一些要买别的股票啊 前面赚的都算会员的嘛 后面输的算我的嘛 老师本来在这里 就要带会员进出进出 就是要赚钱嘛 对不对 我承认啊 我威胜买80几卖150几 买100卖130几 买120卖180几 我每一次都赚钱 只有一趟赔钱 酸民就在酸啊 哈老师你挺损 我也不叫挺损 我只是挪一部分的资金出来 今天跳空涨顶了 对不对 陈小姐啊 对不对 来给你们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做股票就是这样 来 这个同学还有嘛 谢谢老师 实在的老师 实在的老师 加油 对不对 实在的老师加油 老师辛苦了 威胜卖道上八张 很多酸民都在酸 留言就在酸 你们挺损 完了就会涨 我拜托 我只是挪一部分资金出来 我们真的是挪一部分资金出来 我们真的是挪一部分资金出来 来看一下 老师挺损威胜拯救了威胜 我代表全台股有至上谢益 我们前面赚那么多 挪一部分资金出来不行 反正你去找别的老师 那个做教的 好不好 还是天上飞的 地上游的 看我的节目 跟着我买我的股票 赔钱在那边哀哀叫 赚钱的时候也不感谢我 都没关系 随便你 随便你 那明天威胜还会不会涨停 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知道 X86啊 老师那为什么 你在这里买威胜 为什么不买金利科 金利科也是X86啊 金利科就没买啊 公司每年就赚钱啊 结果都没赚钱啊 对不对 重点是 重点是威胜 好不好 我们有威胜就要讲一下威胜 重点是威胜 来看一下 你看一下威胜 这个实在很厉害 你看一下 上个礼拜五 威胜在120几块的时候 融券一天减少了2045张 所以你说股市里面 我觉得现在这个股市 有人都早知道 你不要看 威胜今天涨停板对不对 一张差一万二嘛 两千张差两千多万 你看这个融券 前一天的融券还有三千多张 隔天变一千多张 那还有一千多张放空的 我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办啊 会不会搁到天上去 我不知道啦 你不要问我啦 加LINE你就知道了 好 来我跟同学讲一下 为什么我分析这些股票 老师你说HBM 老师你说HBM 对不对 老师你说HBM 来看一下 高宽屏记忆体 高宽屏记忆体 HBM 对不对 HBM代表股 今天这个预创 外资上个礼拜五 预创买了一千多张 今天买更多 买两千多张 我告诉你预创我不打算卖了 我本来都做价差嘛 我现在不打算卖了 真的不打算卖了 买元啦 外资越买越多啦 我不打算卖了 MACD刚开始往上 我不打算卖了 有很多看我节目的人去追 追在55块 56块 随便你啦 我没有买那么高啦 但是我认为预创 后面也有故事啦 好不好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我跟你讲就是这么简单 你不要每天去追涨停板 然后就怪我 就在网络上骂我 我是对我的会员负责任 电视会员 对不对 消遣我没关系 我只要会员赚钱就好了 钟祥老师 秉持着40年以来 好好带会员赚钱 管你酸民在搞什么鬼 对不对 来看一下威胜 威胜今天跳工厂 你你想买都买不到 5000多张啦 说9万多张啦 真的是有故事 你看一下 融券3000多张 一天少了2000多张 哇 融资买了100多张 今天跳工厂停 明天会不会厂停 我不知道 好不好 老师那要怎么办 加赖 分享标股的攻击模式 所以我跟你讲 有钱人之所以有钱 做得要想得跟你不一样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伟创广达技嘉 我也讲过伟创广达技嘉 都是在区间 涨跌幅度也不大 做多你也赚不了大钱 做空你也赚不了大钱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对不对 会员的资金有限 我们现在会员大概持股 都维持三档到五档 一个有良心的老师 绝对不会买十档八档 我看那个做教的老师很厉害 又有广达 又有伟创 又有技嘉 又有宏记 又有音乐达 又有神达 每一支都有 怎样 你们家开银行的 进广告打电话 传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 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 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 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贯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贯通国际头部 诚信至上 以客位尊 专业团队 稳操胜券 创造财富 成就精彩人生 团队三大保证 第一 绝对正派经营用 专业服务客户 第二 绝不夸大计较 华众取宠 第三 所有股票殆尽 一定带出 茫茫古海 您需要一盏灯 贯通国际是您唯一选择 立即拨打 咨询专线 零二 七七二五 九六六八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 股动乾坤 欢迎各位回到现场 这里还给我们同学一个公道 那当然了 酸民反正每天都在酸 我的股票没涨就在酸 那当然我们是代会员的分析师 我们要对会员有所交代就好了 因为会员缴那么多的会费 我们的艾浦从140几块一路买买买 当然有一点小失误 550块以上没卖一趟 但是我认为将来还是有机会再创高 那就不讲了 艾浦在这里你要注意到了 他快停卷了 停卷快结束了 对不对 股动会停卷的高峰期 重点在三月营收成长股 3月22号台股高低点价差200点 投信一路追高 来看一下投信在买什么股票 投信买最多的就是什么神机 什么神达 今天神达又买了一头股 今天神达追高神达戏格 低卖这些股票 但是同学 今天有一个老师出来讲话 这不是我 哲哲老师出来讲话 来看一下 今天是 对不对 3月25号 大家好 我是郭老师 对不对 为什么00940前十大成分股又跌了 为什么00919也跌 众所皆知 00940有这些股票 00919有这些股票 1700亿的买盘 在这2万点大多头 不可能成分股都不涨 甚至还天天下跌 网路上已经开始有人讨论 为什么00940买了就赔钱 来看 他写元大投信 我是不知道 这个是他讲的 不是我讲的 元大投信 按外资进行对敲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进行对敲 我真的不知道 随便他们 但是你要注意到 法律上这些看起来 是无罪推定 只要没有证据都是无罪 但是我还是要告诉 这些投信 千万不要做傻事 根据证交法 155条第一项 对不对 你如果对敲 你如果对敲 要关还要罚钱 对不对 同学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一些东西 我真的是搞不懂 我真的是搞不懂 对不对 就像创意 对不对 投信 投信 买在1800 这几天都在卖 怎样是公司要倒了 是不是 对不对 公司要倒了 你看 他们都买在1800 这几天在砍 有把投资人的钱 当做钱吗 对不对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爱普 这里买都买在500多块 最近都在砍 这些投信要不要抓去关一下 要不要叫投信的基金操板人 元大投信的 元大投信那个最大的是谁 操板人是谁 把名字公布一下好不好 来看一下 资源 资源是因为要 要那个 要那个怎样 资源是因为要 限征嘛 但是 他也是买在高点 砍在低点 对不对 威胜更扯了 融券大量回补 就跳空涨停 很多同学看我节目去买威胜 还有一个老师去放空威胜 那个很厉害 放空威胜 都不要出来交代一下 跳空涨停 补都补不回 对不对 预创你看 外资天天 外资天天买 对不对 来看一下 对不对 安国你看一下 外资今天又买了好几百张 他明天会不会跳空涨停 你要不要加赖 你要不要加赖 好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我是不是要找三月营收成长的 对不对 好 来同学我教你 好 我们从这个 试信开始讲起 试信开始讲起 试信看一下 一月的营收 三十几亿嘛 二月营收32亿嘛 是不是衰退 有一点点衰退 但是衰退幅度并不大 因为二月份放假的天数很多嘛 对不对 看一下 创意一月的营收17亿嘛 二月17亿嘛 但是二月 放假天数这么多 竟然比一月份营收还高呢 那三月份台积电的加持 它的营收不是就到20亿以上了吗 赚26块的公司 你们买在高点卖在低点 你们像话吗 对不对 金星科一月 只有7000多万 二月5000多万 一直在衰退啊 但是三月份也不会再惨啦 爱普一月2亿 二月2亿3 三月如果来个3亿 那不是就喷出去了吗 对不对 资源从916变成911变成812 这个我就没有把握了 我没有把握我就我就不会介绍啊 我也不会带同学去买它 因为它连续三个月都是衰退嘛 二月本来衰退就应该的嘛 但是一月份 二月份也太扯了吧 对不对 看一下威慑 我也想去年都十几亿 大成长嘛 七亿百万千万亿 七亿多变五亿多 那再来X86会大成长嘛 所以它会往上 我们都有凭有据的呢 预创 对不对 你看二月营收 比一月少一点点 甚至二月比去年的十二月 十一月十月都还多呢 他三月成长也是应该的嘛 对不对 安国你看 他也没有衰退呢 但万一三月一公布出来 哇 老师一亿五 又接到什么大订单 股价不是涨停板了吗 为什么老师写得出来 股东会停卷高峰期 量会缩 重点在三月营收成长股 你的老师在干嘛 伪创广达技嘉每天在讲 我也跟你讲了 他也不会大跌了 他也不会大涨 对不对 放空伪创广达技嘉 你认为会跌停板吗 我不认为会跌停板 你认为会涨停板吗 我也不认为会涨停板 反正就要蹲啊蹲啊蹲啊 没要怎么 对不对 有老师告诉你说 他一定创新高 他打包票 我是法人顾问 我是坐教 没有啊 武打明星叫你去放空 说他会破底 也不会破底啊 看哪一个老师 讲话比较怎样 比较心比较辣 你就去找他 我们在层层实实 我们买威胜 我们就讲威胜 我们买预创 我们就买预创 我们世心来回做就讲世心 我们有创意就讲创意 对不对 我们有爱普就讲爱普 爱普价差做就做价差 对不对 我们这样层层实实的老师 我们有安国 买的当天就讲有安国了 你不找我这种老师 你去找那个画大饼给你的 还是负法律责任的 还是那天上飞的老阴的 你都很厉害啦 只有中小老师最笨啦 买什么讲什么 但是我的会员很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跟着老师 真的都会赚到钱 因为我们实在 我们在这里不打高空 涨停板 我也是不好意思而已 因为涨停板 会员最后一笔买的 还没有赚钱 我还跟会员会心累 你们在笑 同学 验证是最大的诚信 好不好 明天要怎么做 明天要买哪一支 明天哪一支会涨停 赶快啦 同学 我不要讲太多 讲太多又得罪人了 何必呢 我们做自己懂的 我们做自己了解的 我们做自己有把握的 涨停板就是我们的 验证才是最大的诚信 祝各位 操作顺利 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